我以為在弄咪錶,沒有事在弄 大吉利大波大? 大吉利可以拿這個來做宣傳口號 近視看不到 大吉利大奇大 枝奇夠大 大枝野或是大枝野 大吉利 midfield 大吉里亞 我們都好像暫別了一段時間 我們懶還是想不到話題 想到話題就很精彩 今天有觀眾提供的 話題問我們夠不夠薑說的 什麼薑 最重要的是 因為這些是過去的 香港的歷史之一 是呀 我們讀書的時候 已經開始接觸這些東西 九哥 那時候幾多歲開始接觸這些東西 其實最厲害一定是中學的 我不是 你小學來 你幼稚園來 我不是小學去接觸這些東西 但我乘巴士上學 有時候大戲院那些 有些圖 有誰做什麼戲 當然是有一塊板 每一次經過都有遐想 但沒有反應 那時候我不認識 因為我住在黃大仙的時候 經常出去跟爸爸喝茶 因為黃大仙沒有酒家 很厲害 茶樓那些 就是酒樓 茶樓沒有的 譬如九龍城 坐車 經過新毛江禮公戲院 最大間那間 最大間 禮公就做次輪電影 或者那陣子就做這些 今天的話題 香港色情電影 所以說公余場那些 沒錯 我們今天不是講好戲 講好戲就很糟糕 你講到2047年的港元 沒錯 觀眾提供 就是 涵濕顯名 涵顯名 簡單一點 讓你有遐想那些人 其實 我較早前講過 問觀眾有沒有 最經典的名字 以小弟為例 當年我應該讀到 FORM2 首先說 半推半奏 我覺得經典的 半推半奏 這四個字 有點起菜名 其實那時候 香港人的文化 沒有那麼開放 不會說現在 直接 有一點含意 要你想的 半推半奏 想完之後你會笑 對 總之 其實這句 為何會代表了一種 性騷擾的詞語 例如你和女性朋友說 大家夾一夾 半推半奏 這些說話 一定是 一定有人覺得你 而且她又不知道 行不行 很多女性 當時的說 很差 行不行 好像我們所說 半推半奏 當時有很多 例如 半邊燒和鼻 床邊咬傘 龍舟掛鼓 金鼓齊名 沒有現在覺得那麼直接 什麼食甲棍 現在沒有 但她又沒有說 有一本書 或者是 以前 譬如你剛才說 那幾番東西 但你不知道 得知哪裏 你就知道 這是什麼 例如龍舟掛鼓 很多那時候 和年輕人 比年紀大 那些年輕人 是否龍舟掛鼓 床邊咬傘 不知道 不知道 就像現在坐在那裏 你問她 她好像不是掛鼓 掛著iPad 她好像說 毛巾濕了都可以掛兩條 其實有些是他們玩食字 技巧是食字 或者有些是暗示 甚至說明是色情電影 到後期 他們都開始跟著這個時代 或者社會風氣 一路一路直接下去 文化 我們看看 很辛苦找到這張 當年的廣告 插班處女學生 這張廣告 我現在都想起 都聯想到 當時我們讀書 僅有插班身 但我們只會說 插班女學生 或者插班男學生 她交了處子 那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新鮮 或者令人 究竟她不是插班身 我想問 究竟她不是插班身 不是插班身 不是插班身的問題 最重要是處女 究竟她們是插那班人 插那班 插處女 還是插班又是處女 學生 很多學生 很多聯想 停一停 看看那裏 SIR姓棋 肩不投行 找一班處女 例如蝕隱 挺正的 好像對亂 喜歡 來這間學校 讀書 少女隨時 沒有了一隻豬 當時有文化 可能是這樣 可能是這樣 很視之魚韻 你要明白 鹹片有兩派 幾派 而且香港電影公司 包括邵士 會製作一些 所謂的風月片 鹹片 風月片 邵士的大師級人物 就是李漢祥先生 一定沒得爭 李漢祥先生 當然 李大道 他不只是拍鹹片 千萬不要這麼說 他什麼電影都拍 他是獨家 他只是獨家 他只是獨家 譬如在電影中間 加插 這些點綴 對 再推上一點 我們女的偶像 永遠女神 迪娜小姐 聽他的名字 現在幾十年了 他已經走了 走了 迪娜小姐 那時年輕人 最出名的七琴七中七色 但是迪娜小姐 我沒記錯 他本身姓唐 唐小姐其實是書香世家 爸爸教書 他也讀過很多 很有料 但看樣子 真的好 就算老了 他為TVB做主持 我記得做大國崛起的 好像一個人主持 他的風采 他的風采和文化修養 你騙不到人 這些節目一出 就看到那個人 有沒有料 還有台形 完全 尤其是他深呼吸 會說話 我小時候 為什麼又高又低 每次都這麼癢 而且他的身材又厲害 負擔又大 對 而當時的驗照 嘩 我想上一代的 阿爸級都追不少 當然追不少 迪娜小姐 其妻子 已經是香港妻子 破產的次數 甚至乎 令到有些家 被稱為 拆散李珊 不要說誰 總之跟李小龍有少許關係 搞到一大場風雨 甚至乎劉珊 劉珊 兩個爭女 爭她 怎知劉珊 爭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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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珊 但很可惜 劉珊 因為一次報道新聞 說多了一句話 就洩露了出來 不是洩露 是要被TVB炒友 不過沒有所謂 劉珊的發展 也挺好 專教英文 挺好 這些是粵語蠶片年代 其實也有很多所謂的二五星 叫做肉蛋 正經那些叫花蛋 迪娜小姐那些叫做肉蛋 但我一定喜歡看肉蛋 那時候那些泳衣 已經是有事業線 是啊 那時候已經是 那時候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都沒有那麼 哪有三點式 沒有 就算選什麼 都一件頭 是他們出來 像是肉蛋那些 身材又要豐滿 你不可以說是平胸 那樣 接著去到七十年代 譬如有邵氏那些 小鷹鷹 小鷹鷹也有拍過 還有哥哥出道那套 樓上春上春 好像是樓下還是樓上 樓上春上春 哥哥也有拍過 挺好玩 還有 有一個市場 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很多 現在反而沒有 以前都有一些 有些涌躉 反而現在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會好像 那時候那些 真的封住片 沒有路三點 一點都沒有路給你 然後那些香港 因為有三級制 就可以脫了 變了 三點 三點盡路 也有 其實大家都知道 那是說名字 大佬不要說氣 滿虛滿有之後 我們很喜歡看 其實小時候 大家都知道 打開報紙 有些名字 多少場 哪間戲院 看看 多過人 我們先看一份表 涵濕秘書賀年 這些過年呢 過年會不會看呢 過年會不會看呢 過年有沒有 有 拜完年 那些還在空檔時間 和親戚 初二斜口 不要拜年 初三 初三 你初二就去看 初三 不如不要拜年 看 都有的 整群男人 那時候看電影 會不會說七呈七 六獄 不會說那樣 通常看電影 幾個馬路 打個眼色 打個眼色就看電影 看電影 看電影 北波愛美臣 香港三級女脫星 這是普通的 號色妖姬楊貴妃 這些應該是古裝片 不知道是不是李大道那些 這個我都很喜歡 也是過年 大吉大利大波大 我看不到 大吉大利大波大 我以為是在弄咪錶 大吉大波大 OK 大吉你可以拿這個來做宣傳口號 近時看不到 大吉大利大奇大 枝旗夠大 對 大枝野 對 然後 涵濕三個關係 然後 人凡巨於精神爽 OK 我等你九哥讀完之後 再問你哪幾句是令你馬上挑起條根 大利大波大 還有 老賴 人凡巨於精神爽 這幫少女真太淫 這句很麻煩 人凡巨於精神爽都可以的 愛嫂波波的人 愛過嫂的波對波 台灣性愛無遮大會 處女初期 性愛怕烏一族 好可惡 接著是 迎春巨魚 這是賀歲片 應該是 計身偽成 賀歲 沒錯 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一定不可以遲到 師父 麻煩你 雲順車行 爹地辛苦了這麼多年 是時候要報答他了 駕駛了幾十年的士 背起了整頭家 現在我們都出身了 都應該有分隔屬於自己的的士 讓他可以舒服自在地開工 雲順車行 厄立業界幾十年 兩代經營專業 人情味並重 無論管理和買賣都妥善可靠 雲順 安心 幸福 接著是 色情探熱針 究竟他探哪裏呢 就等你去想 哪支針呢 哪支針呢 哪支針有多大小呢 今天要打兩支呢 有柳宋呢 要不要一個人 會不會抽獎呢 會不會抽獎呢 接著就是 好鹹室 波室 這些太過 即是 直接得來又 即是 沒有那麼 挑起 很普通 很普通 鹹片 我都知道鹹片 淫妻情人住家菜 油尖賣淫學山妹 這些應該 港產的 對 不是說聲波 有時候 他可能 完全的名字不相同 可能怕怕變了鬼妹 對 走出來 有時候 西洋性愛 格鬥企 這個 這個 有東西吉 急靜塞 讀快點不行 喂 那看什麼戲啊 有東西吉 跟著認識 通常買票的阿姐 他有幾場 幾場的 是 看什麼戲啊 通常你 要這樣 以前用蠟筆畫 今天 頭等 前座 後座 問你 有幾場戲 問你 先生看什麼戲啊 有牌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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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飯一樣 沙叔牛肉 有牌吉 急定塞 急定塞 有什麼意義 QE不會油話地 何里活性愛醜聞 這是西片 巨語療人所 巨語呢 對 我覺得巨語這兩個字 令人很遐想 對嗎 對 然後是 涵濕萬能插蘇 嘩 但是可能 你覺得萬能插蘇 可能 怎樣說 會不會亂插 其實不是 其實跟一般也是 只是 總之又是 對 對 你只看見我這樣動 又是萬能插蘇 你不要一直在家裡 不斷插 然後是 吾妻 有李督 這些人妻片 應該是 大波家妹 香港精友 那需要不需要來到香港呢 這是東洋系 日本濫膠梅妹仔 日本那時候 其實早期應該是西咸多 那邊 然後開始有AV 東營 彈起 日本後期才有功夫片 通常都是在美國 英國 意大利那邊 意大利那邊 意大利也有 在香港上景 在大話的時候 大話在哪裡 糟了 大話 很興奮隔離那邊 真的不記得 大話那時候也有看的 大話是剛剛對著 都是一間大戲院 可以這樣說 其實 本土 再說一下本土 這個我們要特意壓軸來說 就是我的偶像 呂琦 導演 呂琦 呂琦 呂琦先生 真的很棒 那時候我年輕人看這傢伙 那時候不懂得欣賞 他當男主角 還在演戲的時候 那時候 說話 快一點 可以不可以 不要拖時間 對 他的演技也是這樣 說話 也是這樣 而且他的樣子 永遠都立了頭 那時候 立頭的時候 每次出場 立頭很帥 又不是彈他頭 他是用很多頭立的 很烏黑的 其實他是一個公認的帥哥 如果比謝賢 他跟四哥不同的味道 四哥那隻是很活力的 你覺得嗎 我覺得四哥的款式 那時候看起來好像Payboy 但呂琦 很斯文的 很靜的 他也不敢動 文青那類 沒錯 這樣 去到他 他有的士司機 是 去哪裏 即是 立刻下車 立刻以為 或是駕駛的士 舊水也挺失下的 走哪條路 好像吐你 好了 到呂琦導演 演員生涯 退落之後 其實 他就做導演 現在好像他不知道在哪裏 美國 不是 加拿大 英死也不光死 當然 然後 一路來 很多 演員 都模仿他 最出名的 羅家良 梁家輝 羅佳 也很像 因為那時候 EYT 那些 簡直是 他是強項 然後 他就 演而 休則則 導演 那時候他很正氣 做電影男主角的時候 非常正氣 但你估不到 180度 轉 專拍鹹片 有很多 其實我們都會看下去 你看得出的 追女三十六房 那時候是收音機商台有賣廣告的 好像每一小時出來賣 在哪裏播映 哪裏主演 我記得 那時候 我記得 我們下午 父母不可以開電視 聽心機 聽心機 有些名字 最經典 我覺得 1980年 呂琪導演 這套 冤父狂蛙 兇殺手 不是這樣說的 他真的這樣說 我告訴你 這個廣告 現在你記得了 當然記得了 呂琪導演 冤父狂蛙 兇殺手 這套 這套 會跟著劇情 因為他本地出產 他不會亂救不來 那時候有少林 三十六房 追女三十六房 厲害 少林三十六房 對 譬如有 名流浪女救姜 什麼名流浪女救姜妹 我不明白他 也有一套很出名 令到社會有話題 就是財子名花生媽 財子名花生媽 令到當時 有些人說 呂琪 你這個臭人 那時候被你騙了 以為你正正經經 誰知道你臨老 臨老 就像花蟲 好像 他有很多 其實 非常多 女人面面觀 當呂琪行 香港識的偷情 丹麥叫 偷心賊 十幾號 我覺得是放公余場 或者是祖場 祖場是西片多 如果譬如 呂琪拍那些 所謂的 一堆風情的劇 都是公余場 而且很快上落 可能成本低 上畫的次數也不是很多 但呂琪圖有這樣說 他真的轉型 轉得很厲害 但他做導演的時候 正正經經經 陳寶珠拍的電影 他也有導演 那套糧野之戀 糧野之戀 糧野就是大馬 他也是導演 寶珠姐不會跟你來這套 你也想 吃那隻豬 保住那隻豬 沒錯 今天我們先淺談一下 歡迎各位留言給我們 Subscribe我們 在Facebook給個Like 按鐘仔 其實更加歡迎你們 如果有什麼電影名字 或者多些資料給我們 或者不只是香港 例如大陸那時候 大陸有沒有 地底那些 你不知道 看表面地底 越好看 港產的風月片 正式沒有了 三級片 大家沒有以前的味道 現在很簡單 上網 download閒片 上閒網 被人download再download 的士佬 被人download再download 再上網 最後結果 司機司機 轉了 轉了 你很緊張 最後結果 搞得到你的電話中毒 中了 差不多 上閒網 大家小心 我剛才說 你中毒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記得留言 下次再見 拜拜 好 浩晉車行 有什麼幫到你 我們這裡自設車房 全日支援 車身維修 機件補養 代客收租 的士管理 效率保證 技工認可 好 沒問題 待會見 土瓜環上香道 35號B 27736766 浩晉車行 大家看完這個這麼好看的節目 是不是很想繼續無限loop呢? 如果是的話 立即點擊到這裡 又或者去我們的Facebook專頁給個like 和share 和我們一起聊天 在用 有